转八十成死 用一句名号 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 往生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帮助我们 加持我们 通通转过来了 转过来的时候 不知不觉 自己没有感觉到 阿弥陀佛把你转过来 这个不可思议 什么时候转的呢 我们现在渐渐明白了 在莲花里头转变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把这个肉身丢掉了 自己清清楚楚 坐在莲台上 阿弥陀佛花送来 这个花是开的 坐在莲台上 花就喝起来了 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 把师转成死之 所以一到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无无神 无无神什么境界 却地菩萨的境界 真的无神法人 花一开 自己就到这个地位 所以 这是阿弥陀佛的恩德 阿弥陀佛的慈悲 是四十八愿的愿力 是阿弥陀佛 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力 加持 帮助我们 转门 所以 一到极乐世界 借座阿弥陀佛 菩萨 这一桩四 难信之法 谁难信 声闻 原觉菩萨 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他们修行 太修苦了 好不容易 修成阿罗汉 阿罗汉 好不容易 修成皮之父 没提升一个境界 都非常不容易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这么容易 就得到了 他们修行 修到阿弥陀佛 无量界 正的 不是假的 然后 然后 还要三大僧 七戒 才能修成妙旧 回归 长期光 建宗法门 怎么这么容易 是不是 佛特别开辟的 安慰 安慰 那些下根人 不见得是真的 这就是 这就是许数多多 菩萨不相信 菩萨跟这个法门没有缘分 凡是能够相信的 都不是普通人 这也是 佛在大致 是否在大臣经上 所说的 每一个往生的人 甚至 灵命中时 那口气还没断 有人劝他念这句 阿弥陀佛求生 监土 他相信 他发愿 真想求往生 一句奢句佛好 阿弥陀佛读了解 生到极乐世界 得到的殊胜利益 是平等的 这都不可思议 那么这些人 他为什么能相信 为什么能欢喜 这个众生 过去慎重 曾经供养 无量诸佛如来 那你就晓得 他的善根多好 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 怎么一说你就相信 哪有这个道理 过过度是 过去深中 善根深厚 善根 佛得应养 这三条 通通俱处 你才能得生 每一个往生人 没有例外的 换一句话说 我们的缘分 真正遇到善知识 得到他的帮助 我们就破灭开悟 真相性 真相性净土 是开悟 真法愿往生 就能生 欧耶大使 说得好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幸愿之 有 你有信 真心 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 这就是决定往生的条件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四处九品 品味高下 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 这一句很重要 不是说念佛多少 与念佛多少 不相干 你一念佛念了一辈子 功夫浅不胜 功夫怎么说呢 与定 皆定 相应 这功夫 特别是定功 我天天念佛 念一辈子 但是念佛里头 有忘念 有杂念 这功夫且 人家念的少 一天只念个十声 二十声 但是 深圣里头 没有忘念 深圣里头 没有杂念 那个功夫就是 我得到了 优优独的